這世界上有非常多的遊戲彩蛋 多到可能一輩子都著不齊全 而這些彩蛋裡面總有一些彩蛋 要么觸發的方式非常奇特 要么觸發的場景甚是奇怪 有時候甚至觸發的內容 更是讓人站而合上 摸不著頭腦 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裡是羊羊推 歡迎回到我的遊戲彩蛋頻道 今天給大家帶來五里頭彩蛋 第五期 今天第一個彩蛋我們來講講 崛起羅馬之子 這是孤島危機場家 枯藏開發微軟發行於2013年的動作冒險遊戲 還記得之前跟大家講過 河邊水神的彩蛋 原來這個彩蛋還有後續 就在這個章節稍後的地方 我們來到一個院子 中間樓台這裡可以看到下著雨 偶爾還有閃電 如果這時候我們拿起長矛 朝右上角的坊間石碑 丟過去 接著轉身一看就可以看到這樣的 我操彩蛋 我操彩蛋 在2014年高清重製 整體數字還是蠻不錯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今天講的是油管一位小夥伴們投稿的彩蛋 當我們跟隨遊戲的劇情來到神木林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需要解密的惡魔之門 謎題就是敲擊這石塊 各代表一個字母的石塊 敲出惡魔之門的名字 就可以解開謎題 答案是HITS 神殿附近有一個老哥也知道這個答案 但是如果我們調皮的話 那就可以拼成SHIT 第一次會觸發這樣的場景 兩隻狼人憑空深沉 二話不說就是開幹 嚇我一跳 如果我們再拼一次 第二次就可以聽到旁白男生 還是無奈而小聲的將單詞讀了出來 D-S-H-I-T-Shit 接下來這個奇奇怪怪的無厘頭彩蛋 來自沙盒遊戲 史詩戰爭模擬器 人如其名 這款獨立遊戲 就是來創造和模擬大規模戰鬥場面的 從人到雞 從中世紀到二三 應由盡由 隨心所欲 而今天要講的無厘頭彩蛋 則是在城堡這張地圖 若我們在觀察 虛角裡一直飛一直飛 飛到城堡裡面 就可以聽到這樣的奇怪聲音 接著看到這樣的一幕 I want this to come out It's stuck That spicy food is bad for me 如果我們對著這卷冊子來個特寫 還可以看到這樣一段隱藏的文字 我是一個孤獨的小販 在炎熱的沙漠陽光下 沒有任何討伐行動 是勝利的 潔壁神座塔羅斯的法則 也藏有一個無厘頭彩蛋 不過觸發的步驟比較繁瑣 我們需要在這個島嶼上找齊十塊石頭 這些個石頭藏的都很隱密 有的在石縫裡 草地裡 沙地裡 甚至在水裡面 當我們湊齊了十塊石頭 我就可以開始拼這個雕樹了 好傢伙 我直接好傢伙 這不是英雄薩姆系列裡的無頭怪嗎 怎麼就直接原地升空 炸成一團雕火呀 協議3 保護鐵域 重啟主要系統 協議3 保護鐵域 大說好評 流藏無比射擊手感滿滿的泰坦 天降二 是由重申工作室開發 EA發行的 及人稱射擊遊戲 玩過的人 都說好 還沒接觸過的小夥伴們 可以趁著下處走一波 遊戲裡的彩蛋並不多 今天講一個傳統的尼斯湖水壩玩偶彩蛋 這個彩蛋 發生在下水道這個關卡 要觸發這個彩蛋 我們得在各個角落裡找玻璃酒瓶 這些個酒瓶 要麼藏在嘎拉處 要麼藏在陰影裡 非常難認 第一個在這裡 第二個 則是在這裡 第三個酒瓶 則是在最上面這裡 接著我們回過頭 往最中間的水坑裡跳 就可以看到這裡的場景 是的,剛剛我們被傳送到了一個莫名的地方 裡面全部都是尼斯湖水怪玩偶 非常的詭異 不過就幾秒 我們就會被傳送回來 這 就是泰坦天降惡禮藏的最深的一個彩蛋了 有人玩過 圓最前作 浮現嗎 這是一個只要玩過開場 就會擠出一輩子的遊戲 告訴我 你怎麼期待這要結束 他落在我手裡 本作是1998年原罪的續作 發佈於2006年 這一次開發團隊摒棄了雷神直錘引擎 換上了更為成熟的起源引擎 這遊戲玩起來就是滿滿的一股半條命愛的味道 彩蛋倒是不少 今天講的無厘頭彩蛋在遊戲中期 當我們來到工廠的這個地方 擊退幾隻怪物 記得不要打爛這些毒藥炸藥桶 留一個一會兒要用 將一個綠色的毒藥桶拿到這邊的鐵絲網上面 跳上去 就會翻過鐵絲網來到另外一邊 可以看到一扇門 而詭異的是 裡面似乎閃爍出紫色的光線 開門一看 左轉右轉就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隱藏的酒吧來的 為什麼怪物們圍在一起唱歌 那就不得知了 不過我們還可以在角落也要看到這樣的一幕 第四十七個彩蛋我們聊聊 子彈風暴 這狂爽快無比的敵人稱射擊遊戲 給十年前還在讀書的羊群我留下無比深刻的印象 記得最清楚的就是各種各樣的死法了 每次總會給敵人的蛋蛋來上這麼幾下 無比享受的聽著他的慘叫聲 今天講的屋裡頭握手彈 就在遊戲一開始序章這裡 隨著劇情我們會來到一扇門這裡 接著看到這樣的一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get down 這個壞掉的門上面閃著的紅燈 就是在吐槽物語軟第二部家用主機 XBOX 360 還記得主機上這個煩死人的死亡紅環嗎 光往代表的是機器發生硬件異常 四盞紅燈亮了三盞 別說玩遊戲了 不少機器無法運行 甚至要反場維修 而在遊戲子彈風暴裡 開發團隊就決定在劇情裡加入這麼一段 來吐槽那些年微軟犯下的惡 第48個彩蛋我們聊一款小眾遊戲 《不死亡靈》 是一款槍械魔法雙修的恐怖向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由著名恐怖小說家 《克里夫·巴克》授權改篇而來 講的是我們扮演探險家和神秘學士 前去幫助友人 調查真相的途中 遇到各種各樣妖魔鬼怪的故事 其中一個無厘頭的彩蛋 就在遊戲一開始的莊園別墅裡 當我們來到主犯阿姨這裡 殺退幾個小怪來到走廊的盡頭 這裡有三幅畫 看起來有一點詭異 如果我們在左邊和右邊的畫像這裡 分別跳一下 就可以看到這樣的無厘頭場景了 我以為你會更高 讓我留下 哈哈哈哈 接下來我們聊聊美國陸軍試驗場 這是一款由美國軍方發布的 免費敵人稱射擊遊戲 有點像我們的光榮使命 都是模擬訓練用的所謂擬真遊戲 而這個遊戲有點意思的地方 就是當我們擊殺隊友時 就會被關進監獄裡好好反省一下 然後這個監獄裡常有各種各樣的彩蛋和秘密 當我們在角落裡這間綠色的房間時 就可以看到這樣詭異的洗手盆和馬桶 對著馬桶互動就可以聽到沖水的聲音 接著看到這樣的一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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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最後到今天最後一個彩蛋了 來自廣受好評 但是不及前作優秀的 惡靈附身2 這款由B色發行於2017年第三人稱恐怖遊戲 常有無數非常經典的彩蛋 還記得上一期和大家講了前作巨型珠珠的無厘頭彩蛋嗎 結果沒想到啊巨型動物彩蛋還可以傳承 在惡靈附身2裡也可以觸發一個類似的彩蛋 不過觸發的步驟則更加繁瑣難度也更大 首先我們要找到三隻車陣殭屍 為什麼叫他們車陣殭屍呢 因為他們會躲在車底下 這個車就會搖搖晃晃 我們要做的就是靠近他們將殭屍引出來 並且在引出來之後保持潛行隱蔽狀態 這時候這隻特殊的車陣殭屍就會拔腿開跑 他跑去哪裡 我們暫時先不管讓他跑就是了 總共有3隻殭屍我們先找齊他們 記得不要擊殺保持隱蔽 全部觸發完畢之後我們來到這個房子的後面 就可以看到他們3個殭屍乖乖在這裡集合等待我們的懲罰 慢慢靠近他們將他們逐一擊殺 就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幕 適到一隻巨大的烏鴉出現在你的身邊 比起上次的矩形中度 這次說放的倍率更大更誇張 為什麼會有這樣繁瑣而無理頭的彩蛋 那就我也不知道 只知道為了觸發這個彩蛋還是花了不少功夫的 好啦以上就是這一期 握草無理頭彩蛋所有的內容了 喜歡這期彩蛋視頻可以點贊收藏 轉發給個一鍵三連或者關注訂閱就更好了 這裡是用心做彩蛋視頻的黎安君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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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待 我們下期視頻 我們下期的視頻 在視頻 感谢观看